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无路可退 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懂了 其实每个笑容满面的人 心里都有一处难以向人倾诉的伤 表面上跟每个人都聊得来的人 未必内心深处就不孤独 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在磕磕碰碰中坚强 时间久了 坚强变成了一块长在脸上的面具 哪怕遇到了再大的坎坷 都习惯笑着说没事 不是没想过 放下一切包袱 做最真实的自己 高兴就大声笑 悲伤就放肆哭 可是 很多时候 我们除了坚强 别无选择 只能把所有的情绪深埋在心 一个人慢慢地笑话 生活 不是戏剧 当你绝望的时候 没人会来帮忙 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扛 渐渐的 我们就都变成了情绪稳定的大人 不会轻易流动出真实的想法 更不会随便依赖谁 在外人眼里 你好像过得很好 然而有些痛 只有自己知道 有些事 想通了 就好了 你就是你 独一无二 你笑 大家就都跟着你一起笑 你哭 却没人想知道你为什么哭 不必埋怨谁 也不要爱恋自己 你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跟任何人 都没有关系 就算真的很累 也不能随便认输 自己的累 只能自己擦 自己的路 只能自己走 这个世上 没有回头路 只能勇敢地 继续 往前走 前不久 有位听众在一篇文章下面留言 让我触动很深 他说 自己白天在外面崩波 为了维持生活 努力拼搏 晚上回到家 又要处理一大堆家里的琐事 虽然 他每天都看起来若无其事 其实 他也真的觉得很累了 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可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却容不得他停下脚步 连个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就算心里再多的难处 脸上还是要带着微笑 因为 没人会灌着自己的小脾气 我很累 但 我无路可退 留言的最后 他无奈地说出了这句话 看上去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可字里行间 又流露着浓浓的疲惫和心酸 是啊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你要是不努力 没人会心疼你 如果是有半点松懈 便会跌落谷底 到那个时候 没人伸手拉你 反而会觉得你没用 你若不坚强 懦弱给谁看呢 就算 再苦再累 也要咬牙硬扛 别人 不是你 自然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有些苦衷 只有你自己能够懂 千万不要奢望 别人能够理解你 安慰你 大家都很忙 因为不喜欢喊泪 所以越来越没人懂 因为不习惯诉苦 所以越来越没人疼 坚强的时间太久 就连偶尔的流露出脆弱 也是一种错 可如果是有人 护你安好 谁愿意拼了命的 撑锋陷阵呢 没有谁 是真的那么无坚不摧 只是历经了太多是非之后 被迫让柔软的内心 变得刀枪不入 以为这样就拥有了 对抗全世界的力量 其实太多的时候 只是委屈了自己 可是 我们却忘了 最初的自己 仅仅想要一份 简单的幸福 累了 有个可以栖息的港湾 病了 有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盼望 都变成了奢侈 现在的你 是不是这样 就算心里有再多的苦楚 还是逼着自己 一脸阳光 如果可以 愿你能够遇到 一个懂你的人 能够看穿你 微笑背后的忧伤 也可以理解你的 故作坚强 愿有人 待你如初 疼你入骨 从此 深情 不被辜负 有一天 我发现 自恋自个都已没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贪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 感受快乐 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捧出 每次伸手 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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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